哈喽大家好我是车转 嗯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武灵 荣光啊 这是疫情期间我给他换的这个鸭盘片 然后现在的话 导致这个挂档不好挂 看一下这个车 看一下就这个武灵荣光 是 过完年疫情的时候我那会回来 然后他找到我然后挂档不好挂 我当时给他换的鸭盘片 现在的话 他是热车跑热了然后挂档不好挂 估计是配件问题 因为当时我拿的时候只有一家开门 他只有一个那个品牌配件 我现在这属于反共和话 现在先上架子给他拆掉 然后给他看看什么情况 现在挂档的话都很难挂 先上架子看 全身不足哭 明星的爱过谁又能够 相望于江湖 突然之间好想哭 看一下啊已经拆掉了 眼泪忍不住 芯片 新鸭盘 他这个热车不好挂档 有可能是鸭盘的这个 好像压力不够大 热车的时候 解压 压力不大的话打完 我去找他换一下 看来大家怎么说 走 却不得不认输 到了啊 我去找老板换一下 看他给不给我换 应该得给换拿的时间不长 我去问你一下 老板 前段时间拿着这个压盘片 他热车的话 有点不好挂的 他去看 嗯50中东 对 凉车没事 热车咯 等红绿灯什么的起步 塞打你壳 我先给换一下呗 换一套吧 我拿了立文线 他这个不进 然后也换一下 他那个头 胶皮套塞进去 然后再拿一个尾灯 好 哎 啊 换来一套新的 多少 第一次真心的付出 换来的都是痛苦 突然之间好想哭 谁把习功夫 每一次都断了退路 却负责 不忍输 换来一套新的 换来一套新的 现在给它装上 板工的这个弄完了啊 然后要开走了 怎么样啊你觉得 感觉可以 刚才四伙可以 感觉比一千 对于我这个售后怎么样啊 售后非常满意 行 反正多给介绍点客户 行行行 慢点啊 走了 已经给它弄完走了啊 这也属于一个反工 为什么呢 当时疫情期间的时候 我一直从我老拿货的地方 他没上班 然后去别的地方找的 只有他一家上班了 然后只有那一个品牌 没得选择 我就只能拿那个了 因为他车坏这坏我这了 然后开不了了 实在是 然后就只能拿那个品牌的给它换上了 换上这又出现反工 所以说配件这东西真的不好说 然后再次反工给它弄好了杠总 行 喜欢的话点关注 拜拜